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年的冠军组合李克勤和周深两个人都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短短12期节目根本就没有听过他们的演唱 所以当第二季确定要举办之后 大家也就将回归这渺茫的希望寄托于在本季的节目中 然而根据最新消息得知 周深回归应该无望了 李克勤也大概率不会翻场 一开始会让观众朋友们产生希望的原因 是节目官宣的时候 李克勤和周深两个人都很卖力的帮第二季进行宣传 并且录了打call的视频 在微博上也是有录竿次跟节目组互动 你觉得秦深深跟节目组可能会有新的合作 以至于这些热心观众一逮到机会就询问 主持人林海关于秦深深会回归的消息 而林海也确实进行过回应了 而且特意转发了他回应观众们的视频 在林海转发的视频中 他就明确说过周深会回来 而在网友提供的另外一段视频中 林海也在录制的现场暗示秦深深有可能会回来 还说了让他们唱一首好运来 虽然近年来各种的节目用六粉的情况并不罕见 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通过一些小浪小学来六粉 而且一般会说的是模棱两可的 像我们的歌二这样有主持人亲自开口 而且直接用会回来 这样绝对的语气讲出来的话 应该是有一定的群维性的 林海的这一则这系列暗示 把加上明示 自然是让观众们摇摆不定的心检定了不少 但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最近有知情人透露 周深似乎已经取消了回归我们的歌二了 而且网友发现 当初林海回应周深会回归的那条微博 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删掉了 有人猜测是不是节目组不让剧透呀 所以林海才会删掉微博 不过这个说法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毕竟林海发这条微博已经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而且他也不止一次在公开唱课 说过周深会回来还被录了视频 节目组已经没有保密的理由了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周深的回归出现了变数 林海不得已才会将微博删掉 至于是什么原因呢 目前的猜测有三个 第一是原先谈好的合作出现了变动 目前已经播出了六期 观众普遍反应赛制很乱 而且人员临时变动也很大 都是没有说明原因就换人了 A组的谈友林和李健 才出场两期就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X嘉宾黄启山跟张鼻沉 B组的邓紫棋同样是如此 与李文财组队两期就换成了小鬼王林凯来代替了 连长出嘉宾都一个接一个变成了飞行嘉宾 更不用说还没有官宣的反场嘉宾了 第二是可能受疫情的影响吧 针对赛制和人员变动大的问题 林海在微博上进行过解释 还透露了由于疫情的关系 有很多本来小企的嘉宾都落空了 这个原因取消了回归 不过这个说法也不是很有说服力 毕竟现在的环境 以及不是疫情最严重时期那种寸目难行的程度了 周深这段时间也参加过不少别的节目了 连谭永龄 钟正涛 荣佐尔 这几位香港的歌手都可以过来参赛 所以这个理由不见得是正解 第三是因为周深的档期是有冲突的 最近天字的声音2关键了几位嘉宾 里面就有周深 接下来应该就是参与节目的录制了 加上他手头上还有别的节目和工作 或许跟我们的歌儿的录制会有冲突 而我们的歌儿又没有正式官宣周深回归 说明合同应该还没有签订 所以当档期相打架的时候 或许会在回归这件事情上做出一些牺牲 总之呢 周深回归一事基本上不用抱太大希望了 而既然周深都不回归 李克勤应该也不会一个人跑过来凑热闹 这件事对于广大观众来讲应该是个大遗憾 想必节目组也不愿意见到这样的结果 因为秦深深的名号终究是可以预见的话题保证 但还是要尊重当事的决定吧 也期待第二季的嘉宾们能够带给大家去年的感动 打造属于他们的第二季 说话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辈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